憲屬憲制之條例 尼未記五章一至十九節 若有人聽見發誓的聲音 他本是見證 他不怕所看見的 所知道的說出來 這就是罪 他要擔當他的罪業 或是有人摸了不潔的物 無論是不潔的死獸 是不潔的死畜 是不潔的死蟲 他卻不知道 因此成了不潔 就有了罪 或是他摸了別人的物諱 無論是染了什麼物諱 他卻不知道 一知道了就有了罪 或是有人嘴裡無失法誓 要行惡要行善 無論人在什麼事上無失法誓 他卻不知道 一知道了就要在這其中的一件 尚有了罪 他有了罪的時候 就要承認所犯的罪 並要因所犯的罪 把他的屬憲制生 就是羊群中的無羊 或是一隻羊羔 或是一隻山羊 牽到耶和華面前為屬聚制 至於他的罪 祭師要為他熟了 他的力量若不夠獻一隻羊羔 就要因所犯的罪 把兩隻斑構 或是兩隻初甲 帶到耶和華面前為屬牽制 一隻作屬聚制 一隻作犯祭 把這隻帶到祭師那裡 祭師就要先把那屬聚制獻上 從鳥的頸項上周下頭來 只是不可把鳥施斷 有把這隻屬聚制生的血 彈在彈的旁邊 剩下的血要留在彈的腳那裡 即是屬聚制 他要照例獻第二隻為犯祭 至於他所犯的罪 祭師要為他熟了 他別蒙卸臉 他的力量若不夠獻兩隻斑構 或是兩隻初甲 就要因所犯的罪帶貢物來 就是世面依法十分之一為屬聚制 不可加上猶 也不可加上語向 一為是屬聚制 他要把貢物帶到祭師那裡 祭師要取出自己的一把來作為紀念 案件給耶和華 火制的條例 燒在彈上 這事屬聚制 至於他在這幾件事中所犯的罪 祭師要為他熟了 他別蒙卸臉 聖下的臉都歸於祭師和素製一樣 耶和華曉如摩世說 人約在耶和華的聖物上誤犯了罪 有了過犯 就要照你所故的 按正所的石刻那銀子 將屬牽制生 就是羊群中一隻沒有殘疾的公面羊 牽到耶和華面前為屬牽制 並且他因在聖物上的差錯要償還 另外加五分之一 都及祭師 祭師要用屬牽制的公面羊為他屬聚 他別蒙卸臉 若有人犯罪 行了耶和華所吩咐不可行的什麼事 他雖然不知道 還是有了罪 就要擔當他的罪業 也要照你所估定的價 從羊群中牽一隻沒有殘疾的公面羊來 及祭師作屬牽制 至於他不行的那錯事 祭師要為他屬聚 他必蒙卸臉 即是屬牽制 因他在耶和華面前實在有了罪 經文讀筆 他會不會想要到羊群中牽制 或許多時間會不會想到羊群中牽制 也會不會想到羊群中牽制 或許多時間會不會想到羊群中牽制